我是维加 带来这一期的四五百元档 秋冬实用球鞋推荐 带来五双 近期我穿着了最多的 从某宝上面买到的一些折扣好鞋推荐 是因为过季才买的吧 过季确实是右手一双 你喜欢的好鞋的好时机 但同时也有一些新鞋子 他们抗发售的时候 价格就不高 非常的亲民 不过我们来做一个投票 你会建议过季的打折鞋 因为有朋友会觉得 不是新款别搞我 不是新款我不穿 那首先我们必须要说一下这一款 来自 805XMLT 某宝折扣用手价459 那这个品牌有的朋友也喜欢读UGG 没所谓 反正怎么顺口怎么读 我们就读UGG 那其实跟我们以往所认识的 UGG的那一种羊皮靴 然后滑雪靴 稍微有点不一样 这双鞋子完全是一双 城市户外机能风的后底鞋子 那整体采用了类似于就 HOKKA 你觉得像HOKKA吗 一到十的相似度可以达多少 留在公平这里 我觉得蛮像的 但是它比HOKKA做的好的一点 就在穿着的便利性 以及这个质感上面更加的好 有非常柔软的EVA中底 便利的前拉链 除了这款之外 还有一款的绿色以及卡其色 但都很难买到 那对于这类的后底鞋的话 我比较建议大家可以配搭一些City Boy风格宽松的 洗水的质感的长裤 譬如这一条Marchmania的定番重洗水休闲裤 面团采用了三四二支双鲨金尾竹节 拥有了美式工装风的一些细节 搭上这种鞋面本身就很宽的户外鞋 鞋型都非常的棒 上层穿到这一件颜色我很喜欢 是Marchmania的一件银灰色的技能羽绒服 选用的是90%的白鸭 用接近的300克的充容量 100%的迪伦面料防水防风 那除了说这些板型上面的细节之外 拉链用到了YKK 以及在内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兜 可以给你放的贵重的东西 大家看看这一身的球鞋配搭上身 给我打个分吧 接下来第二款的秋冬打折鞋 这款来自李宁的ACE秋冬厚底鞋 入手价格399 那这一款其实已经是2020年 或者说19年年底的产品了 但是你说它是2021年新出的 也不会有多少人怀疑你 鞋面是延续了重阳2020ACE的一个风格 所以看到上面的结构 层层叠的味道还是蛮足的 鞋底很有含金量的 Webland 所以这款鞋子在户外上面 也具有一定的性能 那除了这个牛油果之外 还有黑色以及前卡漆可以选择 你们更喜欢哪个颜色呢 这种整体一个配色的球鞋 配它这种经典颜色的裤子 就非常好看了 来自大竹口的直筒拖地牛仔裤 穿了这条裤子是不是不用拖地了 好像也有这个道理啊 因为真的名副其实的拖地牛仔裤 它整个裤长了非常的长了 我基本上都要去折一个折 不然的话你叫公园嘛 总有很多宠物啊 哈哈哈哈 我不想把一些 不应该带回家的东西带回家 那其实这种拖地牛仔裤 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物理视觉效果啊 就是它可以拉长你的腿形比例 那对应搭配套的这一款呢 是一款羊毛的拼接羽绒服啊 跟大家平时接触到的面包服 唇色那些会有点区别 里面呢是90的白鸭绒 采用了这个高级色资格温羊毛面料啊 再去拼接这种重磅的 防撕裂防水的尼龙面料 所以你整体看上去就觉得很复古 就有一点这种毛泥大衣的感觉 但其实它又是尼龙啊 又能防风防水这样子 再来看看这一双新款打折款啊 来自FILLA的ICONX SHUTO 官网上面的价格呢将近1K 但是呢折扣价500-600就能买得到了 那SHUTO呢在意大利语当中的意思呢 就是跳跃啊 这双鞋子整体的设计灵感呢 据说也是来源于这个宇航服跟空间站 大力跟宇航服空间站有什么联系 哈哈哈 但其实这双鞋子啊 我穿上去之后 我觉得整体的脚感呢 是给到很多的惊喜给我的 那鞋子上面最能凸现它这个空间站啊 太空的灵感的一点呢 估计就是鞋面上面的这个TPU的导管啊 据说是为了呈现这个太空电缆的环扰的感觉 在奇葩鞋上面好像确实见蛮多的啊 那鞋身整体呢 采用了复古的高级逼格打造啊 那据说呢这个颜色呢 是张艺兴的一个特别配色啊 我个人来说是觉得挺喜欢的 因为它很油和 同时非常百搭 那这种油和色调的鞋子呢 搭配油和色调 而且摸上去手感就不错 这种灯芯用的长裤啊 就非常舒服好看 上身穿的是AM LM的这款骷髅的玫瑰圆领毛衣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在冬天的时候室内穿毛衣 因为活动性非常的好 而且如果你要出外的话呢 在上面再搭一件的厚外套呢 基本上就可以搞定了哈 然后面料采用的是百分之百的棉纱 而且版型偏宽松 这个圆领无论是你内搭还是外穿都OK 当然在广东的话最近还是不需要外搭的 但如果在外地的朋友的话呢 可以搭一件这一款的羊羔庸夹克 采用了零星复合的羊羔庸面料哈 胸前呢有一个小刺绣 这个小刺绣呢跟底色是同色系的 所以呢不细心看的话还真的没有发现出来 整一个纯色色调搭配起来就非常的简单 而且保暖 非常的圣诞树 圣诞节快到了 搞一套硬结 OK让我们继续看一看一些新款 没有打折但是也便宜的款式哈 来自Equalizer炒牌Fort High高帮板鞋 这一款它的发售价只要488 而且这一款的颜色很多 现在官网也有货啊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一款冬季高帮板鞋了 做旧的黄色鞋底 配白色的帆布鞋身 这个感觉就很高阶 就很有 FOG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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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内卫大家自己判断嘛 但其实呢 它穿起来的感觉呢 我觉得会比FOG更好 这一层的边缘呢 特意的做了一个错落的感觉 并没有说它的做工问题 所以你不要说 诶怎么我收到做这个鞋边缘的胶条都拖出来了 怎么你们做工那么烂了 诶这个叫设计哈 那以我是这种中帮鞋型搭配裤子的话呢 我更加会优先选择就是9分的裤型 因为它不至于说完全的盖住了整一个鞋帮 还能露出来一点点 你穿的是一双高帮鞋这个细节 不然的话 穿上低帮跟高帮有什么区别的对吧 那上身穿到的这一条是来自VIMIN的这一条直童9分裤 这一条裤子呢就科技性非常的多 除了防水功能 这个是必备的了 他们还用了这个SOLOTEX的一个抗皱的面料 还在里面加入了TEFLON以及CREAM PLUS的一个保护剂 这条裤子的面料除了说防水之外呢 也能有很好的一个去污性 那怎么洗啊 我一年没洗 哈哈哈哈 那虽然加成了这么多的科技属性带在上面 但是它舒适性还是有保证的 以及它整体的版型呢是蛮友好的 对于说粗腿来说也是很容易可以穿出一种修身的感觉 上身的话呢穿到的是这一件中长款的水洗巴尔马肯风衣外套 那这一款呢属于是改良的巴尔马肯版型啊 整体呢是一个中长款的效果 之前很多朋友问我 诶矮子能不能穿风衣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只要你找好适合自己的版型 然后下身搭配一些不要太宽松 把视觉效果上面往高的整就OK了 第五双 EcoRise啊 这个低帮版本的FORT 跟这一双高帮版本呢其实就好像是兄弟一样 但是低帮版本的这一个颜色它稍微会比高帮这个白呢会更加做旧一点 这一双鞋呢更加多的材质呢是有帆布啦灯心绒啦还有一些皮革的一个拼接在上面 然后呢在胶条的位置呢同样都是这种错落的概念 有一点点像Wenz这些感觉 但是呢它会比Wenz更加厚重更加有质感 那低帮的话呢其实就更加的百搭啦 所以呢下身直接搭一条来自Simple Rimless的杏色竖条纹的佳绒长裤 它的内里呢是采用了这一种的珍珠绒啊 所以呢就非常的油软了 再加上呢铺腿的位置还有一个抽绳 可以很轻松的让你从直筒库切换到竖腿库 然后竖腿库你也可以切换成直筒库的完全没问题啊 那上身的话穿的是一件PU的皮衣外套啊 这是一件PU的皮衣棉服 左胸跟右胸这边呢它们都有一个压折的一个印花设计啊 把品牌的一个信息给做到上面去了 整体是很宽松的版型 材质是百分之百的锯子纤维 那除了前面之外呢后面还有一个品牌的压折logo印花啊 那所以这一件看得见的质感啊也非常的厚实 为什么模特是个光头 让你看上去更冷一点就想买的吧 我们下一件下两点